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文创园区 Coco文创园区 我们非常谢谢 知书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这个詹益介IC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咯 IC你早 早安 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 是不是要时间久一点 给你做一些专业的介绍 我看了好多资料 我都看不懂 太好了 终于这个 由你来告诉我们 这个 做解析 我相信很多人也想 趁这个机会 赶快深入建筑的了解 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比特币 比特币要 要在全家开卖 什么意思啊 比特币巧克力吗 比特币是一个 虚拟的货币 有人把它叫做虚拟商品 它是不是一个货币 各个国家的 标准不太一样 因为货币它应该具有流通性 它应该有个中央银行 它应该有个可以发行的最小单位 可是比特币完全都不具备这些特性 它不是一个国家发行 它也不具有 它不完全具有所谓的流通性 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它 然后它也没有一个最小单位 就你可以买非常非常小 它比较像是股票的概念 像美国的股票 你可以买非常非常小 你不用买一张 你甚至可以买0.001张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被演算法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开矿机制 什么叫开矿机制 就像我们的黄金或是钻石一样 它其实理论上你会知道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嘛 或是石油 可是这些天然的矿产 它是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资源里面 所以它理论上有个上限 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哪里有新的被开采出来的地方 因为地球这么大 可是比特币它是个演算法 而且是一个分散式的演算法 什么叫分散式 集中式的电脑就是说 OK 我今天用一台主机 所以集中式的问题是 它虽然容易管理 可是它也很容易被入侵 一旦入侵了这个主机 它就可能有咨询安全的风险 比如说资料被篡改 比如说里面的东西被拿出来 或是被复制 那分散式的概念是说 当我用每一台连线网络的电脑 都可以做平行处理的时候 那它相对的风险就降低了 比如说像Google跟Facebook 他们用的制服器都是分散式的 所以它的资料会被分在很多地方 所以一套系统就算被入侵了 或者是故障了 它还有同时被原人装置 那比特币它当初就是为了设计一套 安全但是又没有一个中心系统的 货币系统 然后所设计出来的 它来源非常的有意思 它当初是一个 是不是日本的软体设计师搞的吗 我觉得那是 但是到现在是谁搞的 还是神神秘秘的 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单一个 个人创造出来 它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人物 名字其实不重要啦 反正很容易查得到 可是查得到你也不知道它是谁 对啊 它被用一个日本的画名 那原论上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西方人会搞出来的东西 但它为了就是顾不宜任 那好像前两天美国新闻周刊 据说找到这个人 但是好像又是假的 所以它好像还被告 我不知道谁要告这个新闻周刊 因为比特币也没有一个组织 它就是一个非常去中心化的概念 那它目的是干嘛 搞比特币是没有组织 没有人 它要赚钱还是要搞 颠覆货币系统 就是一个理念啦 对 因为过去的货币系统是什么 像我们为什么会有金融风暴 为什么美国的QE 就是所谓的货币宽松 量化宽松 过去五年 对全世界的金融跟经济产业 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先回到钱这件事情 就谈比特币 我们想要回到 为什么会有钱这个单位 以前没有钱之前 我们是拿以物易物的时代 是拿劳力跟这个货品 来兑换的时代 那为了有一个中心的 或是有一个这个交易的标准 所以我们定出了货币 比如说一块钱可以值多少 劳务会值多少的农产品 值多少的这个生产的东西 那它当然会形成一个交易机制 可是问题是货币是谁定的 货币是国家定的 对啊 所以当国家出现这样的一个货币概念的时候 货币好像也是一个国家主权当中 必要的一个经济单位 那于是在政治或者是在经济领域 我们都认为货币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一个国家必须要维持住的 因为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或者是像我们横断一个国家的这个出口 或者是进口的时候一个标准 那可这件事情是它可以被操纵的 也就是像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基本上就影响全世界 所有国家的货币的这个标准 或者是它的进出口的 比如说我们讲 像我们很多亚洲国家都会有所很高的外汇存底 因为我们把买的我们所赚来的钱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出口型的国家 这些亚洲国家 那出口之后我所赚到的西方人的钱 我把它换成美金 其实美金是一种债券 美金并不是一个货币 所以美国联准会也不是一个重要银行 其实全世界只有美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 那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 其实比特币要么是欧洲人搞出来 不然就是美国人反政府搞出来的 他就是想要去打破这种 有美国的联准会 操控全世界的货币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也是非常难打破 因为你不可能有个国家来执行这件事情 因为美国经济量太强 它可以很容易去消灭 那所以它变成一个是网路货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过去有这个游戏的虚拟点数 那虚拟点数它其实有交易的机制 只是这交易机制是不是被公开 是不是透明 是不是安全 所以公开透明安全 变成是一个货币 或是一个点数系统很重要的一个检验标准 所以比特币当中在设计的时候 它就希望它是一个透明而且公开 而且可以安全的系统 那怎么做 就是用分散式的演算法 也就是说每一个想要去 比如说比特币当被设计的时候 它是一个有总量管制的一套开采系统 那这个总量在 也就是说你用电脑和演算法 去开采这个比特币的时候 每一台开采这个比特币的机器 它比较连线的 随着开采的机器越多 或使用的比特币的人越多 它越安全 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的系统 你能够 就比特币唯一的风影就是 你持有的这个证据或凭证 因为你开采出来的这个比特币 你会变成虚估成一组密码 还有一个就是凭证系统的概念 那这个凭证 如果你掉了 那你就是跟你的钱掉了一样概念 但它本身非常难以入侵 因为你要入侵不是一台机器 你要入侵是全世界 所有连线上比特币的这个系统的 所以越多人使用 它其实相对越安全 可是这变成一个很头大的问题 就当初这些国家们 面对比特币的时候 美国家的态度不太一样 一开始那个 柏南克不是还赞赏过吗 对 它其实是一个货币制度的革新 因为它去中心化 而且它没有一个中央系统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黄金的概念就好了 它可不可以一个国家 跟现行发行的货币 跟比特币共同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汇率由谁来定 由所谓的市场来定 那市场又是谁 然后以为它 那另外就是它可不可以追踪 因为像我们现在发行的货币 以纸钞或是我们用 多数的 或是你用网络交易或是银行 它会有一个traceable的概念 还是有交易名气 这个没有的 然后甚至是说 对我们利用所得 或是在这个经济活动的时候 会产生政府的税收 可是比特币 它一下就被认为说 那它就显然产生一个地下经济的机会 比如说毒品的贩售 或者说甚至军事武器 它就变成一种 另外一种人跟人之间 以物易物的方式的一个 那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 对当它不能追踪 它其实可以追踪 只是这个追踪机器不在政府手上 它变成说其实 但你讲的所谓颠覆 就是这个意念的人 他其实想颠覆人类的一个 什么国家领土组织 这其实就是像范畴中 在讲的新书 他最近又要出新书 就是与中国无关的第二季 它其实就要讲说 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 后主权国家时代的一个 无印良国 对 那这个好 那我们到超商去卖比特币 这个为什么需要这件事情发生 全家的目的是为了它的超商形象呢 还是为了真的实质利益呢 我觉得全家 好这样讲好 为什么需要超商交易这件事情好了 因为之前的比特币是 你必须持有一个电子钱包的概念 因为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点数而已 它是一个必须经过认证的点数 也就是你必须有个认证系统在你的手上 然后就表示你有这个演算法的操纵方式 和你它有连线系统 所以你买就是 那可是问题是 当你有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要怎么付钱去买 那过去 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系统 所以你可以用PayPal的账户 就是我们讲美国地方支付的账户 然后或者是用信用卡刷卡 可是因为我们的金管会之前 是规定在台湾的ATM 不能够买卖比特币 那于是对于没有信用卡 没有PayPal账户的人 怎么办呢 卡住了 对 所以这些比特币的组织 还有这个交易所 其实现在全家有非常多比特币交易所 它都在网络上 然后有些已经有实体的 这个专柜的概念 他就是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 来进入台湾市场 所以今天这个 也不是比特币的组织 而是一个比特币的交易机构 来台湾的去寻找超商签约 那全家是第一个签约的 其实我不觉得其他的会不会 不跟进 一定会跟进 因为他有利可图 因为他有手续费 他们是唯一有利可图的吗 不就是拆账机制 就像今天这些超商会 反正这些超商 你只要transaction 只要交易 我就愿意让你进来 它就会是一个 代收代付的服务而已 它不需要成本吗 它不经营这件事情 它不需要增加设备那些 都不需要 因为基本上 这个交易所在台湾 是有一个 是合法的 有一个经销的科技公司 这家 这科技公司 他就 所以是这科技公司 跟全家签约的 你的科技公司 就是这一家 是不是 对 这个 所以他现在全家 已经有2986家 当然统一超商 他们是有一万家 对 那这一家叫做 红科科技 对 红科科技 他做代销商 对 他很像是点券的发行 也不是发行 就是一个交易商 上次不是有一家被 数字科技 对啊 可是数字科技 它是一个 它的问题就在于说 这件事情有没有 因为它有除值 还有这个 就是说 它在金融管理 或者说银行的 这个机制上面 是不是被认可 为一个可以操作的行为 它之前是没有法 可以管 所以有人为它偷跑 那我们要进广告 就是意思 我想大部分人 还是要知道说 那我到了全家 我去买比特币 干嘛呢 比特币干嘛 就是如果你想要 当作一个 譬如说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 旅行支票的概念 你不用兑换外币 然后我就 到国外的时候 像德国 像美国都有ATM 可以 可以 有些州 你的意思就是说 它就是 它就是会 会做成一个 交易的一个凭证 就是了 它就是一个账户 就算你今天买 黄金存折的概念 你可以有比特币存折 但是导账怎么办 这问题来 为什么会对 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 这个IC专业界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红科科技 它愿意代理 销售这个比特币 那 当然每一个人 做这件事情 一定是要有利可图 那这个利在哪里呢 那这个比特币将来 会不会100年以后 就成为全球人类 搞不好 50年以后 就变成人类 一个新的交易系统 因为我们的 这个现在的这种交易 方式也都是过去 可慢慢的演变而来的嘛 对不对 很多是不是不可能的 马上回来咯 你所收听的是 coco早餐 coco文创园区 礼拜四七点半到八点 这个单元 来跟大家 今天谈的是 可能呢 各位比较不是很注意到的 就是买卖比特币 全家超商已经开始 这个启动了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7点49分呢 27秒 今天呢 在现场的 coco文创园区的主讲人 支出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詹一剑告诉我们的是 你现在可以买的 货币当成一个理财的工具 好了 我用很白很白的 这个浅白的 依存者一样的概念 好 对 那就像买 然后女人喜欢买 钻石藏在家里面 可是你可以去买比特币 藏在虚拟的国度里面 那我现在如果买一块钱的比特币 最好的发展是 五年以后它变成 多少钱 它还是一块比特币 只是它兑换的货币不一样 现在大概只一万 一万 它是三百多块钱美金 大概是一万出头 一万多一点点 的台币 那它未来会掌握一点 我不敢说一定 但是我认为它有涨的空间 它如果涨的话 我们就赚到了从这个 对 但我觉得涨的空间不会太大 可是它还是以美金 作为计算单位 没有 不能这样讲 当然 因为美金是全世界的 这就是一个很颠覆的概念 就是 美金这个字跟美元 是不一样的概念 当年美金被称为美金 是因为美金本来是跟黄金有连接 像后来改了 后来拿掉 所以像我都非常小心 我从来不讲美金 我讲美元 因为我不想要美金 是那个概念 所以美元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所以我现在如果去全家 我要买比特币 完全就是我自己 你得先准备个电子钱包 你也可以买完之后再选 我先要认证 你要有个连线的认证系统 叫电子钱包的概念 好 然后就去认证 你要申请一套你电脑里面可以连线的一个系统 他会不会要我的存折账户等等 好像要骗人一样 不会 他会要你一些基本资料 各自是要的 你到时候认知的 对认证的时候 要确认你是这个本人 反正你要付钱去买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就像一个银行账户啦 就是这个账户 开户 对 就像我们今天买外币账户的概念 像电脑都在电脑上是一个系列的号码 认证之后我到 然后我就到全家 对 带着我的 这件事情 这就是等于说 我过去要买人民币一定要装到银行 后来我们开放各个银行了 有一天 那我们的 我们的今天ATM都可以 拿到人民币 或者这个银年卡的概念 所以今天比特币在进 全家的概念就是说 等于我一个 有一种黄金账户可以再 在超商去买 全家老板谁啊 他们就开始做金融了 其实在日本的7-11 是有自己的银行体系的 是日本的财团投资的 哇 他们比较前卫的想法 在台湾是 好 那我去买 那我买 这是什么 这几天才开始交易 昨天才宣布的 对啊 昨天才announce 那它事实上是比特币组织所公布 你在全家的网站看不到 你在中央银行也看不到这个公告 所以是比特币的这个组织 很有趣哦 那我今天去全家讲 我要买说我要买一块钱的比特币 我要带现款去呢 还是我可以用这个ATM转账啊 应该是现款 现款 一块钱比特币现在是三百块钱的美元 三百出头 那我可以放着 那我可以放着 不要用 或者是我将来可以把比特币 作为我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它跟存值的概念不太一样 因为存值是存在银行 银行会有个公告利率嘛 那可能跟各国的中央银行利率有关系 比特币没有所谓利率的概念 你自己去挖矿 一个是挖矿 那挖矿就是你挖矿成本嘛 当初比特币很便宜的时候 挖矿相对就是有价值的 因为你可能花一万块的买来的电脑 可以每年帮你赚三万块 那就划算了 就挖矿的结果 对如果一年可以挖到 譬如现在可以挖出三块钱比特币的话 那要你们这种懂电脑的人才会挖矿 也没有这么麻烦啦 对 你要相信信仰这个系统的话 这跟信仰比较有关系 其实很多科技人不信仰比特币 对啊 这是有风险的 这是领先啊 这个现实生活的 但是很多我们现实生活的所有的机制 其实都是过去领先啊 所推广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不必排斥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把Google看成一个国家的话 那你也可以相信比特币是一种货币 对 就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以后 现在我们到上网都编成 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对不对 那以后这个买东西就 Bitcoin一下 Bitcoin一下 它叫Bit的 英文叫做 Bitcoin Bitcoin 那Bit就是数位的最小单位 Bitcoin 那其实这个会不会有点排斥其他领域的人 就像你们这种做创投 做科技的人才可以搞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Google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Google是很宅的公司啊 对哦 以前你Google Apple当年也是被认为是一个 孤傲的出版者 或者是科技人才用的电脑 什么用手滑手机 以前人都在笑他呀 可是十年后你看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胆预言 如果有一天 Apple或是Google 或任何一个 目前很 比如说PayPal 它直接跟比特币对接的时候 那比特币的风行是 因为像Apple Pay也是一样 需要经过信用卡的远端认证嘛 那说不定以后 Family Mart变成了一家 世界的跨国的金融机构 也不一定了 它不太一样 它还是一个零贵的概念啊 所以它不是经营的机构 对对我又讲错了 它是赚那个手续费 因为它是赚手续费 那一块比特币 它也可以赚一些些手续费 百分之多少这样子 不管几块钱 好像都是二十五块的交易费 好 那红科科技 他们也是赚 因为这个一定是拆分嘛 应该是拆分 那拆多少我就不能说 我也不知道 好 那今天开始 昨天开始交易 那一个月以后 我们可不可以观察 他会公布他的交易数字吗 应该不会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这个在台湾市场 那就想办法 科科去约这个红科的执行长来啊 那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呀 红科的执行长是干嘛的啊 我还没有很认识 OK好 我们去了解一下 他是不是比特币的啊 这个比特王国 后来我们发现是比特星球来的人啊 这好好玩 那可是比特币 他的争议也很多啊 对因为很多央行 很多国家是管制的 因为他是少人地下经济的一种 管制不到 就变成说我们这一群人 可以就变成 我们使用比特币 那我觉得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他还会变成一种新兴宗教一样的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社区只用比特币 对 当初就有人认为说 他是一个 我做比特币的国王 我觉得这个魏家应该去搞一搞 在101大楼里面搞的 我们这里面只准用比特币啊 那不是很好吗 真的啊 这个概念也是啊 只不过他倒台了以后 恐怕就不行了 所以这比特币到底谁来管理 他没有人管理 对啊 现在有没有什么科技怪人会继续追踪做类似比特币这样的事情 我说好几个虚拟货币正在发生 所以有可能30年后流行的不是比特币 除了比特币还有其他的 对 如果有人要解决比特币的不方便的问题 也许他就更流行 那会不会有微软币呢 有可能 有可能 Apple Pay就是某一种Apple币啊 只是说现在是 对 那你们干脆就赶快开发一个 Apple币 红海币啊 红海币 Oh my God 郭台铭董事长最喜欢这种东西了 是不是啊 可能中信或者是 我们下个礼拜再好好看 坦然这太有趣了 谢谢你 下礼拜见 真好